网上买狗他们到底打不打疫苗呢 今天一个视频告诉你 我觉得可以从两点判断 第一是你购买的渠道 第二是你购买的价格 如果是从地摊或者是类似没有售后的渠道购买 那这个疫苗情况还真不好说 但也不是绝对 有的商家确实会给你打上国产疫苗 甚至是进口的 这个时候你就要看价格了 如果价格是几百块 甚至小几百 一针进口疫苗的价格大概在三五十 三针下来都一二百了 跟狗本身的价值都不成正比 所以这个时候疫苗情况就不好说了 如果是从宠物店或者是专业的犬舍购买 他们一般都会给你打上进口疫苗的 从这里买的小狗品质还有售后各方面都有保障 价格肯定也会比那种地摊的贵 贵它就值得给你打进口的疫苗 接下来我们说价格 像我们打三针进口疫苗下来 也就是一百块钱左右 而狗的价值呢往往都在千元以上 像这种渠道购买 他们一般都有犬温细小的保障 他既然敢给你保 说明他就对他的疫苗有信心 如果他因为一两百块钱的疫苗不给你打 从而造成小狗出问题给他带来更大的损失和赔付 得不偿失 我的主页也写得清清楚楚 七天犬温细小运输死了我负全责 所以大家理清楚这里面的弯弯拐拐之后 对地摊买的要提高警惕 重新正确地给他接种疫苗 对犬舍以及那些正规渠道买的也不用心存芥蒂 总怀疑他没打疫苗